这一期讲一讲胡椒木 胡椒木呢 它是小小玲珑叶 坚强不倒心 它的叶子呢 绿油油的 看着很精致 所以说呢 多用一个家庭盆栽养殖 它的叶子呢 捏碎之后闻起来 有一股浓郁的胡椒味道 还挺好闻的 它和那个清香木呢 就是经常会容易被混淆 它和它的叶子长得特别的相似 胡椒木的根部呢 有药用价值 它可以通经络 活血 还可以治疗风湿骨痛 等一些毛病 胡椒木的生长需要强广 最好放在向阳通风的地方 千万不能放在 婴儿潮湿的环境下 它的生长也比较缓慢 叶子比较容易坠落 因为先天营养不足 所以要用肥沃的泥土 给它时刻补充缺湿的养分 耐热别耐寒 它只要不是在特别极端的气候下 它都可以坚强的生长 它呢 对土壤的要求是要疏松 然后要透气 要排水 春夏秋这三季的话 对水分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差不多三五天浇一次就行 到冬天的时候 可以少浇 偶尔浇一次 保证盆里不是太干就可以了 好了 那这期视频的话就到这里了